范冰冰好友接范城成绅士,梦料被公开,洪家印事件真相大白。 在崔永元和冯小刚的风波中,范冰冰成为了牺牲者,本来和她没有多大的关系,偏偏崔永元晒出了冯小刚躺在范冰冰腿上的照片。 我们都清楚,从今所变成范爷,这其中有诸多的不义,如果没有背后大佬的帮衬,范冰冰恐怕早就退圈了。 如今,范冰冰好友揭开范城成的绅士,少小山发生,梦料也被公开。 少小山曾经做过范冰冰和张子怡的落体,他们合作长达十几年之久,这也不是少小山第一次发生了。 少小山表示王中磊,冯小刚还有范冰冰关系向来暧昧,自己碰到好几次他们的亲密行为,范冰冰还和王中磊当众热吻。 少小山直言自己保护了范冰冰十年,但是受够了这样的生活,如今要站在正义的一面,公开真相,接着,红家印事件也真相大白了。 范冰冰和红金宝的绯闻早就是公开的秘密,不光是少小山的那一句范城城市弟弟,华语高层的范局也透露过,在北京东四环的公寓,是红金宝金屋藏郊的地方。 最开始范冰冰没嫌,是红金宝让她有家可住。 王思聪也曾多次直言,范冰冰除了蹭红毯,破坏别人家庭,就和红金宝的暧昧能拿出手了。 不得不说,这简直颠覆了众人的三观。 也有人质疑少小山说法的真实性,前段时间,少小山公开炮红范冰冰,结果收到了范冰冰工作室的起诉书,立刻认怂。 范冰山除了状态,还表示自己喝多了。 如今难道又是酒醉胡言乱女吗?之前少小山环玉郑言辞的炮红李晨丢人,如今又称她人品很好。 十年的感情,在圈内本来就非常珍贵。 少小山坑问范冰冰,自己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? 对此你怎么看?